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一起学习Tailwind CSS 今天是第九季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响应式布局太重要了 什么意思 是这样 我记得N年前 我给我们公司做一个项目 也是做网站 当时要为不同的终端设备 准备三套网站布局 一个是Galaxy 一个是Smartphone 一个是PC 当时我们认为平板电脑和PC是一回事 就算是同样的功能 我得写三遍 一个为Galaxy准备 Galaxy就是特别小 小手机是特别小的不能再小 比Smartphone还有小的那种小手机 特别老的那种Galaxy 然后是Smartphone iPhone准备 然后再要准备一套PC的 同样的功能 我得写三遍 非常非常的麻烦 没有之一的麻烦 那么现如今 我如果再实现类似的功能的话 就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咱们可以使用响应式布局 咱们写一套网页 就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终端 非常的实用 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是这样 这个响应式布局 Bluetstrap做的点非常好 Telbin做的也不错 它们内容核心思想 其实是一样的 好不好 咱们马上就学习一下 好 标准的伦敦 Responsive Layout 是吧 CSS 好 首先给您看一下官网 Telwind对Breadpoint的定义 它把页面定义成几个断点 哪几个呢 咱们看一下 我给您访问一下 今天我把流感器拆成了不是全屏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给您显示一下 一会儿的响应式布局 扩大缩小流感器的样子会不同 对吧 大家请看 Telwind的Breadpoint的断点 它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几个页面断点 大家请看 SM640 对吧 MD768 LGXL 包括RXL 对吧 它提供的好像比跟Portra5是差不多的 是吧 OK 咱们只要记住了这几个关键字 那么咱们就可以对不同的网页 或者不同的浏览器的大小 咱们给用户呈现出不同的显示效果 其实就是在操作这几个网页的断点 您记住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哦 OK 那么咱们就试一试该怎么做 好 咱们看啊 首先咱们先看一个 我上个这个想视布局 咱们先在上面画面上 拷贝一个块啊 拷贝一个代码块 拷贝到这 这是一个黄块 咱们看 是吧 我这有一个黄块 对吧 然后大家注意看 我拖动这个网页 拖动这个浏览器 对吧 不管你是可大可小 它这个黄块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吧 其实也有变化 它虽然这个页面断点不同 它其实也跟它 你看像这个是贴边了 这个就有边白 对吧 它其实也是变化的 对吧 OK 那么咱们再多加一些变化 该怎么加 咱们大家看代码 大家看这行 首先说咱们设计了宽高 没问题 然后呢 目前咱们给的默认的背景色 是黄色500 没有问题吧 OK 哇 这个屏幕再 让人看更舒服一点 500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 如果是小屏幕 SM的时候 别多想 SM时候 我呢 给上一个 Budelschub的主要 那个蓝色的背景 好不好 那么如果它是MD 平板电脑的时候呢 我给上一个Budelschub的 成功色 绿色背景 对吧 这些个Budelschub背景 都是咱前几期 自己定义的样式 对不对 OK 好 接下来 如果你是大屏幕 比如说这个笔记本电脑 对吧 我给上Budelschub的灰背景 可以吧 OK 如果您要是超大屏幕 对吧 那么我给上一个Danger背景 Danger是什么 背景是红色 对吧 OK 如果您是超超大屏幕 比如说您用的是Mac Pro 对吧 我给上一个Info背景 Info背景是那种浅绿 浅蓝 是吧 OK 就这个效果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个断点前置 就能够控制这个样式单 非常的简单 我认为比Budelschub 简单N倍 好 咱们不吹了 马上实验一下 看效果 好 拷贝到这儿 整理代码 要存盘 大家看 画面上又多了一个灰 现在是灰 为什么 是因为 是因为 咱们现在显示的是大屏幕 对吧 OK 咱们再走 如果咱们是超大的话 大家看 是红 对吧 如果再大的话 是蓝 对吧 缩小 变红 它会根据我页面的断点 坏了 什么叫断点 就是说我页面 现在宽度是多少 它来动态的显示 不同的样式单 默认是黄色 对吧 3.2大 绿 灰 红 对吧 咱们要就是效果 完全的实现了 没有问题 对吧 不管您是哪个size的浏览器 对吧 是手机 还是咱们大型的Mark Pro 都能够有看到实际的效果 对不对 OK 咱们再加点其他的 比如说 字体响应式 咱们还是小马爱学习 我这考过来 小马爱学习 看一下 出来了吧 然后呢 这个字体比较小 那么我想什么吧 我想就是说 在smartphone上 给用户看到是一种显示字体 在咱们大型的Mark Pro上 又是另外一种字体 对吧 这个完全可以用响应式进行完成 怎么做了 大家请看 我默认的是给了一个XL字体 那么小屏幕的话呢 我给一个2XL 大一点了 对吧 平板电脑 3XL 对吧 如果您是笔记本 4XL 没问题 如果您是大型电脑了 就是5XL 超大型 就是comart big了 XL就不够了 需要咱自己编样式 对吧 叫什么 我叫comart big 前几期已经给您编过了 对不对 好 马上运行 看效果 想要是没想到实践起来 是这么的简单 不吹了 看效果 出来了 对吧 小马爱学习 小马爱学习 咱们先缩小 它也会不断的缩小 对吧 你小手机 你显示这么大字体 干嘛呢 但是如果是大屏幕的话 大家请看 小马确实爱学习啊 漂亮 这是咱们comart big了 最大的字体 是吧 OK 看到了 OK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再显示一个响应式 对齐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功能效果 咱们看一下 首先整理一下屏幕 首先这是一个我爱Telwin的 对吧 那么咱们不管拉伸这个屏幕 对吧 看到都是这个我爱Telwin的 对吧 然后同时呢 显示位置几乎没有变化 那么我想它干什么 我想让它随着咱们这个浏览器的大小不同 对吧 它在浏览器上显示 或者说对齐的位置呢 也发生改变 该怎么做 看代码 咱们用Flex布局 默认的是呢 左对齐 对吧 但是如果是大屏幕的时候 就居中对齐 如果是超大屏幕的时候 就居右对齐 好不好 这个效果 看看啊 居然还能实现这个效果 简直没有想到 试一试 哎呀 没有想到啊 够 注意看 说明我现在是LG屏幕 对吧 当我小屏幕的时候 是居左的 没有问题 对吧 当我大屏幕的时候 它就居中了 当我超大屏幕的时候 它就居右了嘛 对不对 very good 咱们想要的功能 全部实现 当然了 我今天给您举的例子呢 今天是九牛一毛 您呢 可以控制 这个页面的显示 比如说 如果是大屏幕时候呢 您是横向显示 如果您是小屏幕的时候 您给用户纵向显示 都没有问题 都能做到 今后呢 我也会给您讲到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响应式布局的概念 这个呢 是您在编写网站应用 或说网页应用时 避讳的技术 没有之一 好不好 您呢 一定要掌握 OK 今天的内容 就是这么多了 我的课件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